大家好 我是伊之谷 梦想大人 今天也很欢迎跟大家见面 今天想分享一个题目叫做 《以后让坚持成为一种习惯》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本书 书名叫做《坚持可以成为一种习惯》 这本书是由日本人 名字叫做《故村无事》写的 他本身是日本一家习惯培训顾问公司的董事长 我觉得这个名字是非常吸引的 所以我也想去分享这个题目 其实坚持是可以成为一种习惯的 以下来我会简单去分享五点 即是要用坚持 我有一种习惯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帮我like和订阅 第一点是小的目标 如果你想去养成一个持久的习惯 想开始是要有一个很小的目标开始 例如如果你想去看习惯 如果你想去看习惯 你可以订一个 建议每天看一页习惯 这样子慢慢认成一个看习惯 同时订个日期不要太长 可能订一个星期 再慢慢加上去 最重要是要开始先 就是just do it 而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初初跑步的建立这个障害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定三次 即是三日 每次是半个小时的 我不是一开始订定我每日要每日跑 我一开始是先订三日 然后ok了最慢慢加上去 第二点就是小目标 不要一开始订太多目标 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目标想去做 有时都会令自己感受压力 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最好是订一至两个目标 即是去进行 即是譬如我会看圣经 即是有一卷书叫《牙歌》 即是我自己就订一个很小目标 就是我每一日看一节牙歌 每日存钱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目标 即是我也可以很轻松去做 最重要是目标要简单易行 又能够去持久 即是记住好的时间会影响我们一生 即是所以就用目标 即是由很小目标开始 第三点就是满足感 习惯有时杀了太久 即是有时会有疲倦感 我建议最好就是做完一项目标 给自己一些奖赏 最好是一个月为限 即是这样的日期不会太长 也都按按自己需要去奖赏 即是做完事 你也会开心一点 即是有一个满足感 即是令到你更加有目标的动力 即是我自己都会定下 即是很有意味 我都会可能将你自己吃一个很丰富的晚餐 第四点就是新鲜感 最近坚持到一些时候你会感受一些没什么新鲜感 其实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样 可能你每一次都能做30分钟的运动 可能你的身体或者机能都会惯性了 如果你能够适当慢慢去调节加上去 其实是令到你的习惯有新鲜感 譬如你做运动可能你做新鲜运动 可能你每一次是做30分钟的 可以最晚加上去加到40分钟或者50分钟 就是这样去再加一个运动 让你自己的肌肉有新鲜感 我自己都会一个月之后我自己会再定一些新目标 当然不同的体验是可以落实的 譬如我之前我定一个星期是拍一个片的 那我之后都会调节我这个星期不如拍三个片 第五点就是要朋友去支持 我觉得朋友去支持是非常重要 就是可以将自己的目标向朋友去公布 最好向他们能够鼓励你支持你的朋友去讲 就是我初头我想去拍一个习惯的片的时候 我都问了很多朋友 就是我这样就是得到很多朋友去支持和鼓励 那我是有勇气去行 是的 我现在都是开始是 即每个星期去拍片去写文章 是的 就是 就是我希望这五样东西是能够用坚持 或者是能够用这种习惯的 第一就是小目标 第二就是小目标 第三就是满足感 第四就是新鲜感 第五就是朋友支持 我希望这五点能够去帮助大家 是持续下去去坚持你的习惯的 是的 那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是的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